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見到莫小魚的身體 都快縮成好像一隻大蝦一樣 意識到自己這次落手是有點狠 於是就走過去 試探著拉了一下莫小魚的衣服 你…沒事啊? 我不是故意的 誰叫你亂說廿四啊? 但是她的話都沒說完 莫小魚突然直起來 她本能地想向後退 但是後面是茶几 自己根本就是退無可退 迎面向茶几上踏了下去 但就在這個時候 莫小魚卻是伸手拉住了她的手 雖然沒有踏在茶几那裡 但是莫小魚也沒有把她拉起來 而是任由她慢慢地攤在茶几那裡 正當陳婉營鬆了一口氣 想起床的時候 那條臭小魚居然也壓了上來 而且速度之快 令到自己根本都沒有反應的機會 當她想要罵她的時候 不單只是她壓在自己身上 她居然膽大包天地 問向自己的香醇 陳婉營心想 哼 你還不知道我的厲害是不是啊? 好 我要你記一輩 要你一輩都說不出話 她是一個冷禮風行 而且思維敏捷的人 雖然自己現在被莫小魚壓在茶几那裡 但她心裡很快就做出了決定 只要你那條你伸進我的嘴裡 我就要你一輩都變成啞巴 但她的情緒變化 莫小魚沒有感覺到 因為她相信自己的魅力 尤其是相信朱卓杯的神奇魔力 她操縱有力的你 終於叫開了她的牙關 陳婉營的腦裡 一直有聲音在教唆她 咬她 咬死她 你不記得她是怎麼對你的嗎? 咬死她 為自己說恥 你一個無賴的男人 但在這樣的時刻 往往意識到的東西 很難戰勝身體的反應 一本書上記載過的一個女人的自述 每當夜晚來臨的時候 她最大的希望 是自己身上可以多蓋幾張皮 因為這樣有一種被男人壓住的感覺 這樣自己才可以睡得安穩 自己的激情才可以得到爆發 雖然昨晚陳婉營和莫小魚交了大半晚 但自己什麼都不記得了 現在自己是清醒的 眼看著一個男人壓在自己身上 那種微妙的感覺 通過身體的每一個神經抹梢 傳到了大腦皮層最興奮的那一部分 因為有一個男人在自己身上試略 陳婉營覺得自己的呼吸不是很順暢 但正因為這樣 每一次去吸入莫小魚身上的味道就更加多了 更加濃烈 彷彿這一口氣吸完 下面就沒有了感 她的貪婪令到她放下了一切 原本準備好的靈牙利子被拋住老口 她現在最大的希望 就是她出力地抱著自己 抱得緊一點 再緊一點 再好將自己融化到她身體裡 莫…莫…莫… 陳婉營閉上眼 不敢看莫小魚 但她對手抱著莫小魚的頸 抱得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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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小魚 你殺了我吧 我不想做人了 我不想做人了 嘩…嘩… 為甚麼? 想死了嗎? 現在不是好地地嗎? 莫小魚很舒服啊… 好辛苦啊… 陳婉營閉在莫小魚身下面掙扎 就像一條黏滑的鮮魚一樣 莫小魚就是那個獵手 鮑魚的獵手 又怎會被這條又肥又漂亮的鮮魚走了呢? 那裡頂不住啊… 說吧… 告訴我… 哪裡不舒服啊… 莫小魚輕輕疼她的耳垂 輕聲地吻 很辛苦… 房間裡烏煙瘴起 三個男人都是煙鬼 一切都在等何俊昇的一句話 但這句話實在太難說出來 或者說這個決定太難了 她一直都在期待那個人 可以撐過這一關 走出幾位的大門 但誰又可以為她做保證呢? 一旦她真的定了案 自己再想出賣手裡面的東西 恐怕是無人問津 現在都還沒查到自己這裡 所以自己還可以賣幾個錢 但是鷹康寧她們真的有點過分 這就是趁火打劫 和白鼻都差不多了 賀老闆…五千萬 夠你後半世用呢? 你到這個年紀了 還想著東山再起呢? 再說呢… 你下一步會不會成為大陸通緝的要犯? 但…這是很難說的 走老也是需要經費的 裘天江就說了… 唉… 好… 我約一步… 五千萬… 哈哈… 何老闆… 你聽好了… 我說的是人民幣 裘天江笑了笑說 那太離譜了吧? 何俊昇本來以為 五千萬美金 怎麼也有三五億的 都夠自己廢貨的了 但現在五千萬人仔 才值得多少錢呢? 和自己那些資產相比 真是白菜價了 好… 我老闆… 買賣是否合理是雙方商議的結果? 如果我們可以做成這筆買賣 你拿錢走人 我們呢… 我們是去搞定你的首尾 再說呢… 即使是個爛攤子 人家要不要我們收拾 都還是另一回事 裘天江的話不是沒道理的 但是何俊昇認為 以鷹康寧的關係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敢是想賺得更加多 雖然剛剛吃了畜孝救心丸 但他的心臟還是很不舒服 不停地用手按壓心臟的位置 這一點被鷹康寧見到了 何總 你沒事吧 要不要叫醫生過來 鷹康寧問 不用了 我沒事 何俊昇艱難地揮了揮手 鷹康寧不是關心他的身體 而是擔心在成交之前何俊昇死了 那就白亡了 所以必須保證他的身體健康 唉 行了 算了 錢多到什麼地步才算多 五千萬就五千萬 我現在就打電話叫公司的人來 我們明天接入銅 得了吧 何俊昇嘆了一口氣說 沒辦法了 對方已經吃硬自己了 再怎麼討價還價都是白搭的 說不定對方會壓得更加低 一句話 自己現在已經沒有了華爾拳了 哈哈哈哈 好 好 如果沒有其他事的話 我就先走了 明天見 我要開會 叫人去何俊昇公司進行清查 裘天光一邊說一邊站起來 鷹康寧和何俊昇也站起來 把裘天光送到門外 何俊昇也沒有在這裡多留陣 現在看到鷹康寧心裡就不舒服 也告辭回到房間 你怎麼在門口站住的 啊 莫小儒呢 鷹康寧問站在走廊的蔣玉然 蔣玉然沒有立即回答 而是和鷹康寧一起回房間 關了房間才說 莫小儒這小子 膽子真的太大了 居然敢野哥的陳婉營 這次還不作妝 鷹康寧一聽就來興趣了 什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搞什麼 不過 今天一大早 莫小儒就去買衣服給陳婉營 我還以為送禮 當時我還笑鬼她 不過剛才 陳婉營居然穿著莫小儒送的衣服 去酒店找她 還進了她的房間 趕我出來 蔣玉然一副不可思議的表情說 一個老老實實的黑車司機 發夢到 聽到蔣玉然這樣說 英雄靈也覺得不可思議 轉頭就問 沒有開玩笑 陳婉營那裡 那個鼻孔 舉到上天 看誰都不順眼 而且根據她哥哥說 家裡介紹了很多人 她都很不滿意 怎麼可能呢 開始我都不相信 不過昨晚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都不知道 而且 糟了 昨晚莫小儒叫我 好像是 蔣玉然說到這裡 才把昨晚的事串了起來 然後把昨晚到今天的事 都被英康寧匯報了一次 這兩個人都猜到 可能是昨晚出了事了 而且這兩個人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恐怕只有他們兩個知道 嗯 這個年輕人真是不簡單 真是把陳大律師搞得定的話 這裡以後香港 也都算是一個飲榮堂的人 英康寧 閉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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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 說 燕總 今晚 我想讓她試一下水 英康寧聽蔣玉然說 沉淫了一下 會不會粗資過急了些 這件事不急得的 你告訴她 每一次 一百萬人民幣 不管價值多高多低 都是一百萬 而且不需要她以身犯險 不需要跟我們的人接觸 這樣除了你 除了我 就不會有其他人知道她的存在 我覺得這個條件是可以的 不試一下 永遠就沒有第一次 好吧 我同意 這個第一次 你最好跟緊一點 看看她的成色 這樣也可以 就少這個條件談 另外 我們的人都準備好了 旁邊的房間已經告一段落了 莫小如和陳婉營 都迎面地躺在寬大的床上 床單都已經搞到認不出來了 看來又要人來打掃一次了 你知不知道 我本來打算拿了解藥就走 你那臭臣 又欺負我一次 陳婉營面無表情地說 唉 我知道 我們扯平了 昨晚是你強迫我的 今天我強迫了你 我們誰都不欠誰 你臭臭 我和你怎麼同呢 陳婉營一翻身 把莫小如壓在身上 雙手捏著她的頸 唉 那副殘雞樣 想把莫小如捏死 但是莫小如卻沒有感覺到一絲窒色的感覺 反倒是看到自己剛剛沒有看到的景象 兩個倒掛著的木瓜 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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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這裡揭力掙扎著離開這個軀體 但每一次的掙扎都被身體出力地扯回 唉 我從來都沒見過好像你這麼漂亮和冷艷並存於一身的女人 有人說智慧的女人不可愛 但我覺得其實智慧的女人更可愛 因為她們不會只想去取悅男人 如果想的話 那就一定可以讓男人為她們做一切的事 殺人放火 胡作非為 莫小如很平靜地說 你把口袋握個油一樣 騙過不少女人吧 好多 但都沒有你這麼聰明 所以為了下一代 我們生個寶寶 一定是最聰明的 講完這句話 莫小如一躍而起 反倒是把陳婉營壓在身下 你這個臭臭我不要 陳婉營掙扎著說 我這樣打到 不用一分鐘你就會說你要 事實證明 這個時候行動中於一切的甜言物語 因為女人也不是任何時候都喜歡聽甜言物語 比如這個時候 你這個壞人 你弄痛我了 你這麼用力做甚麼 陳婉營咬著牙抗耳 因為從現在起 我就要給她滿滿的父愛 莫小如氣喲氣喘地說 變態的你 慢一點 那跟父愛有甚麼關係 陳婉營堅持得很辛苦 因為我還要深入一點 寶寶便可以少走幾步 莫小如的解釋令陳婉營一口氣都沒有裂順 差點就暈了過去 不停 莫小如點了一支煙 坐在椅上 看著好像死魚一樣動不動的陳婉營 白酸酸的肌庫 混亂的床塔 莫小如真的很想把這一切都畫下來 可惜的是現在手上沒有畫筆了 不過 這樣也難不去 床頭有酒店為客人準備的紀錄電話之類的鉛筆 而闊大的留言簿就充當了畫板和畫紙 臥室入面出現了一種奇怪的景象 兩個赤裸的人 一個畫師一個模特 雖然看下去毫無生機 但是在莫小如的畫筆之下 你一切都鮮活了起身 因為角度問題 莫小如只能見到陳婉營半邊的面 刺滿汗水的頭髮凌亂地貼在面上 露出了只有耳孔沒有耳環的耳朵 隨著呼吸起伏的波桃 成熟的葡萄彷彿放在盤的中間 一切都是靜止的 但她又這麼心機撥撥 陳婉營休息了一會 終於醒醒了 聽到傻傻聲 不由得轉過來看向莫小如的畫紙 發現她正在畫些什麼 不由得翻身 把床單過在自己身上 雖然和這個男人有第二次的肌膚之親 但她還是不可以容忍自己在她面前 拿露自己的軀體 對她來說她還是個陌生人 赤著腳踩在柔軟的地毯上 白色的床單 包裹著白折的肌膚 雖然有兩個人的味道 但她披上之後 床單已經不再是床單了 那是一件 良心定造的美麗衣衣 你在畫什麼 睡夫人 她沒有說老套的睡美人 因為美人就是美人 在大多數人的眼裡就是美人 但是夫人就不一樣了 那就要看是誰的夫人 而且莫小如很清楚地告訴她 你就是我的夫人 誰夫人 雖然是原筆畫 但是足以令到陳婉營經驗了 但是從來都不捨得表揚別人的她 對莫小如也不可能例外 只是說了一句 都OK 唉 如果是油畫 可能效果會好一點 你會畫畫嗎 我是搞藝術的 這幅畫送給你 留個紀念 掛著我的時候就看看 就會想起我和你在一起的時光 雖然短暫 但是回味無窮 莫小如揹著眼 搖頭仿怒地說 看下去很享受的樣子 木齒之徒 今天這件事 麻煩你 雖然還有些局促 但她已經學會了 怎樣和莫小如溝通 畢竟相處的時間太短 短短兩天的時間 想要令到一個女人 對一個男人百分百信任 這是不可能的 一個老老實實的黑情 莫小如見陳婉營講到這件事 修煉了換世不公的態度 無論以後會怎樣 自己都和她有了這種關係 以莫小如連香息玉的性格來說 她不會就這樣算 嗯 我問過新天和的那個喬四 他們會去泰國 將個降頭師請過來 否則我不會就這樣算 但我現在什麼感覺都沒有 他們是不是嚇人 我總是覺得 這件事沒有那麼神秘 神秘不神秘我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你昨晚的確好得人害怕 好了 這件事就不要說了 我昨晚受的委屈 唉 只能夠把牙他花自己的肚子入筆 莫小如一副受了很大委屈的樣子 話才剛剛說完 就被陳婉營一巴拍到頭上 莫小如自顧自地收了口 呃 陳律 陳小姐 你餓了嗎 要不要我請你吃飯 莫小如為了緩解一下房間裡面的尷尬氣氛 就建議了 好啊 陳婉營除了在床上熱情四射之外 在現實裡面依然是冷冰冰的 看她一眼就覺得 這個女人還是離遠一點好 廢自自己被人凍傷 然後呢 到了餐廳之後 莫小如看著她 去看著另一個地方 好像莫小如根本就不在她眼裡那樣 這樣令到莫小如覺得很傷自尊 陳小姐 我們可不可以互相介紹一下自己 彼此了解多一點呢 莫小如細聲的建議 你想了解些什麼網上都可以查到 但我一點都不想了解你 上五件事我多謝你 但其他的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好啊 莫小如一下就咬住了 我頂 那就是怎樣啊 剛才在酒店間房裡面說得好地地 為什麼說變就變呢 翻面比翻書還要快 回想一下自己確實沒有做過什麼出格的事 怎麼會突然間就變了臉 唉 好吧 那我就做個自我介紹 你就當是聽單口上聲 莫小如說完 就開始自顧自地把自己的事 放放面面都說了出來 在莫小如說的時候 陳婉瑩一直都在吃她桌面上邊的東西 牛扒啦 水果啦 奶茶啦 唉 反而是莫小如把口一直都沒空過 所以吃的東西不多 我們可以走嗎 陳婉瑩抹了抹自己的紅唇就問 莫小如疾了一下 心想 再聊下去都沒意義 看來今天的運氣不好 她始終都搞不明白 陳婉瑩到底是什麼回事 翻面都太快了吧 她本來是想送陳婉瑩回去的 但是被她拒絕了 莫小如只能夠一個人回酒店 在樓下咖啡廳那裡坐 望著遠處的海景 想著自己的心事 喂 發什麼牛扒呀 沒有送陳律師回去嗎 蔡玉瑩拍了拍莫小如的肩膀 坐在她對面 哈哈 看來什麼事都沒看過蔡大哥的眼 莫小如勉強地笑了笑 蛤 看你的眼神 這件事好像沒那麼順滩 咦 蔡大哥是不是有什麼好巧 莫小如說 莫小如這個時候 就是缺一個可以商議的人 蔡玉瑩就來得剛剛好 不過她是故意的 就是在這裡等著莫小如 你都不說什麼事 我怎麼幫你出主意呀 大哥 蛤 蔡大哥深暗追女兒知道 咦 咦咦咦咦 追女兒我就不熟了 不過陳律師我就熟了 而且她哥哥是我們公司的法律顧問 所以無論她家世還是其他方面 我都幫到你的 蔡玉瑩誓言坦坦坦地說 蛤 真的假的 莫小如表示不信 蔡玉瑩一副約定莫小如的架勢 一句話不說 就這樣看著莫小如 回到家的陳婉瑩 沖了個梁圍著條肉筋坐在書房裡 本來打開電腦處理一下工作 不經意之間 看到在桌角自己的包包 想起了莫小如畫的那幅畫 忍不住拿出來看了看 看著自己仰面睡在那裡的樣子 雖然這樣沒有人可以看得出來是自己 但自己的心裡卻是很清楚的 莫小如說得沒錯 看到這幅畫就可以想起那間房裡的種種 這個臭小子 居然有這種魔力 雖然自己在晚餐的時候 表現得好像他人於千里之外 沒辦法 那個就是自己的性格 工作的環境 令到他不可能嘻嘻哈哈 久而久之 自己也變成了這樣的冷面女王 看見畫中自己的醜態 想了想自己的瘋狂 想了想那個男人不顧一切的衝鋒 衝入自己的身體 令自己一步步登上雲端 然後跌下來的滋味 忍不住就夾緊了自己對腳 左右望著望 在紙巾盒裡抽了一張紙出來 在谷歌搜索裡面 輸入莫小如三個字 立即就呈願出眾多搜索結果 基本都是關於大陸新裔畫家 莫小如在巴黎獲得大獎的消息 看來這傢伙沒有說謊 他不是在騙他 這一點令到陳婉營莫名其妙地鬆了一口氣 呃…怎麼說好呢 呃…依你這樣說 我就覺得 他應該看不起你了 你跟他沒有和的啦 算鬼數啦 聽完莫小如的講述 蔣玉然搖了搖頭 咦? 不是吧 我叫你出主意 你這樣就判死刑了嗎? 莫小如不屑地說 你看你呀 還不相信我 我都說過啦 這個陳婉營在香港讀的女校 在外面又讀了三大名校 什麼人沒見過呀 什麼才華她都見過 你說你啦 你有什麼鬼呀 我… 莫小如想著想 自己好像除了有些錢之外 還真是沒有什麼可以炫耀的了 呃… 你不要告訴我自己有錢啦 陳婉營是香港大壯來的 她沒有錢嗎 嘩… 我還是勸你 錢方面還是不要想那麼多啦 沒什麼意義的 是呀 蔣玉營搖頭搖頭說 那你說應該怎麼辦呢 走吧 今晚幫我一個忙 之後你這件事我揹上身 搞不定那個陳律師 我就不設兵 蔣玉營壓低聲 莫小如搖了搖頭 苦笑了一下 跟著蔣玉營出了酒店 坐了一部早就停在門口的房車 但是進去之後才發現 這裡裡面 不單只是房車 還是一部高科技房車 電腦一應俱全 而且還有很大的顯示屏 旁邊就是沙發和酒櫃了 嘩… 蔣大哥 你搞哪科啊 喂…兄弟 來… 這裡你的 英總說了 每次一百萬 太好了 你幫我暗定一下 banco 蔣玉營嚴肅肅說